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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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中国历史上执掌朝纲时间最长 享年最久的这么一位皇帝 千龙皇帝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想分三个小题目 一 文化大业 二 奇桥繁力 三 集成创新 先讲第一点 一 文化大业 千龙皇帝继承了康熙和雍正的历史文化遗产 他的特点我说是文化大业 千龙时期之所以把中国玉瑶瓷器推到一个新的高峰 有他一个文化的背景就是文化大业 我们先从纵向看 古今五千年 我们就从秦始皇开始说 到清朝 大数算是两千年 这两千年的帝制时代 传统文化的积累 到清朝是宗基华城 在儒家经典 在书法绘画 在建筑园林 在玉瑶祠记等等方面 都是展示了文化大业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五体清文件 这是千龙时编的书 有满文 蒙古文 汉文 藏文和 古维吾尔文 把这五种文字编到一个词书里头 这是继承了各个民族文化一个重大的成果 再比如说 四苦全书 四苦全书 虽然是毁了一些书 粉了一些书 删了一些书 应当批评 但是四苦全书 是集中国历史危险之大成 前后花了二十年的时间 千龙皇帝亲力亲为 集中了几千位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精英 来转修四苦全书 这部四苦全书 据四苦提要统议 一共是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部全书 这在世界上也是最大唯一的 五近五千年 千龙皇帝他有几个特点 一 集中华古代文化之大成 二 会 一个时代文化精英之智慧 三 展个人文化亲力亲为之风采 千龙皇帝啊 儒家经典他懂 多种语言他懂 埋语蒙古语 藏语维吾尔语等等他懂 佛教的经典他懂 书法艺术他懂 建筑园林他懂 而且都是亲力亲为 据千龙皇帝全传统议 千龙在做王子和皇子的时候 一共写诗一千零八十首 他在位六十年 日理万机之余 写诗四万一千八百首 八十五岁退位了 这么高的年龄 三年多的时间 又写诗七百五十首 诸位啊 一个人一生有限呢 有人算了一下 他平均每天写诗 两首到三首 每天写诗 除了有病有爱 那有人说了 他的诗是别人带笔写的 千龙的诗 是不是有人带笔 也可能有 是不是有人帮助运策 肯定有 但是主要的是千龙自己写的 怎么见得呢 前不久啊 故宫博物院清查文物 查出几个大箱子里头 装着千龙的诗稿 这个千龙诗稿 怎么是证明千龙的手稿呢 是诸笔 修修改改 诸笔写的 全是诸笔 大臣不可以用诸笔写 那就说明这些诗 是千龙亲自写的 或者经过大臣润色 完了他自己有抄的 都是经过自己亲力亲为的 所以我说千龙的文化 就他诗文著述 书法绘画 建筑园林 以及玉瑶慈记等等各个方面 他处在那个时代文化的高峰 我们纵观古今五千年 千龙文化大业是继古代文化大成 而且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那从横向来看呢 就是东西五万里 这个时候海路交通完全打开 世界大航海时代也开始 东西交流出现空前的局面 清朝宫里头就有一些耶稣会士 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历史文化 特别是绘画等等工艺的艺术 也带到清朝宫廷里头 在宫廷里头进行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 而且皆在这个时期 把中国的论语啊 孟子啊等等 通过买文翻成拉丁文 川普到西方 东西文化 东西文化一个大的交流 中西文化 中西文化 当然是像四百分之类的高流 也有的教育 也有些教育 因此玉瑶也深受它的影响 所作的瓷器奇巧繁复 华丽细腻 其中随着制瓷记忆的不断提高 乾隆时期 像生瓷被前所未有的大量生产与创作 像生瓷可以仿照瓜果蔬菜 飞禽走兽的外形 亦可以模仿木材 紫砂等材质的机理纹路 唯妙唯孝 精妙绝伦 那么乾隆时期 那些既奇又巧的瓷器 都有哪些传世之作呢 二 奇巧繁力 乾隆朝御妖瓷器的特点 跟他祖父康熙 辉红 跟他父亲雅致为样 他的突出特点就是繁力 瓷器属于艺术 艺术追求两端 一端简洁 简 简到多一笔为多 洁 洁到多一点为坠 另一端 追求繁荣 就是说乾隆的瓷器 既继承了前朝的发展 又表现出了 奇巧和繁力 乾隆朝 瓷器具体的特点 第一个 就是善奇巧 我们讲过 宋朝 给宋朝以前的瓷器 主要是单色瓷器 元朝有了青花 明朝 比如说斗才 无才等等 他主要器型呢 就是瓶啊 碑啊 碗啊 盘啊 比较单一 那么到千龙时候的瓷器 奇巧 很奇妙 很精巧 宋元明 以及清诸瓷器 不一样 有个很大的一个发展 既奇又巧 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好 我举几个瓷器 大家看 第一件瓷器 就是我们大屏幕这个 清千龙观摇 祭兰釉 苗金粉彩 开光 千龙行为图 转心瓶 这个瓶啊 是清朝千龙的 玉瑶的 它这个 幼彩的特点呢 是祭兰釉 这个祭兰釉 是非常难烧的 一个祭兰 一个祭兰 狼瑶红是红 这祭兰很难烧 它属于坟采 我们讲过坟采了 而且开光 中间有一个 它四面开光 前后左右四面开光 开光里面是个图 什么图呢 是千龙行为的图 这么一个瓶 这个瓶啊 太奇又太巧了 我们看上头是个盖 红的一个顶 盖下面一个瓶的 瓶 脖子 往这瓶的腹 瓶的肚子 底下收尾 往这瓶的座 这瓶啊 是个套瓶 里头呢 有个胆 外面是个瓶 这胆呢 是能赚 那胆里头 还不光是个胆 还有文士 还有种种的 一些艺术的作品 那透过这个开光 开光啊 里头有孔 能看到里头 这个瓶啊 有人有过一个形容 这人呢 就许志恒 是引流斋 说辞 就讲了这个瓶 他说 这个瓶的特点是 瓶之伏迹 玲珑剔透 两面洞见 而瓶内 更有一瓶 就那瓶 兼能转动 似美术雕刻之 向鸭求者人 若逝者 名字叫转心品 乃内府 真相 书品也 是内府 内庭所藏的 非常珍贵的 赏赐用的品 实际上赏赐 前陵皇帝也不肯 他自己在那玩赏 很珍贵的 观赏的 特殊的 一个 预要的瓶器 我们还来看这瓶 这个瓶 有盖 镜 浮 内胆 外瓶 底座 组成的 这个内胆转动的时候 在里头啊 有跟它转 转呢 里头就有变化 透过这个开光 我们从外面 能看到里头的景色 这景色呀 有 近景 中景 原景 原景是山水 中景 就是一些动物在那奔跑 近景 就是 跟皇帝之间有关 那么皇帝呢 就是 骑了马 他就转的 叙叙而来 大臣在里迎接 乾隆在这打猎 他是个动态的 这个瓶啊 就坐的是非常难坐 就空隙大的话呢 他逛的 空隙小的话呢 他塞了转不动 用这个瓶在烧的时候啊 他呢 有说嘴 他那仗座程度 不能完全控制 所以很难掌握的 又能转 又不矿的 又非常合适 所以难度很大 有书记载 这个瓶啊 一共烧了三件 那几件没烧 好 烧成了就一件 所以这件是孤品 在清宫 在中国 在世界上 也只有此一件 里面呢 是由象牙做的 象牙雕的人像 有卷部 做的景物 还有绘画 还有平的镜 平的斧 平的底 完全把它融合到一体 一个转积品上 工艺太难了 所以是既其又巧 现在收藏在南京博物院 是仅存的孤品 国宝 有人说 你就讲了一个瓶 就能说明蹊跷吗 那我再讲第二个瓶 就是甘之瓶 这个瓶的全称叫 青千龙黄地 粉彩 镂空 甘之字 象耳 转心瓶 这个转心瓶 我们看看瓶口 厂着个口 金色的 两旁有象形的这个瓶的耳 下面就是瓶的那个镜 大家看这个瓶的镜呢 它有一个衔接的地方 看到吧 有个衔接地方 衔接地方上面呢 是天干 下面是地支 上面天干 就是甲乙 丙丁 物己 更新 人鬼 下面呢 是子丑 淫卯 沉思 五味 心有 虚害 就平时才能转动 上面平时一转的时候呢 甲子 再一转呢 就变成遗筹 就是这个 我们中国这个万年历啊 甘之纪年呢 在这就可以转下来 做这年是千龙九年 1744年 这年是甲子年 千龙啊 高兴了 人生难得奉一个甲子啊 他就做这么一个瓶 来做甲子年的纪念 所以这个瓶摆在案子上 可以做万年历来用 比如说今年是丁永年 就丁永 那么去年呢 去年是丙十年 倒着转 正着转都可以 这么一配 六十年一个甲子 六十年一个甲子 都来回转 千龙 他的寓意是 大清国 亿万丝年 万岁转呢 转一圈六十年 转一圈六十年 那没完没了转 他寓意是这个 我们现在主要不是看的寓意 看这个瓶的 齐和桥 你孤立看这一眼瓶 看不出来 我们和明代的 元代的 宋代 唐代的瓶比 那么乾隆这个瓶 就达到了 清代慈祭 一个新的高峰 乾隆慈祭的特点啊 既齐桥 又繁荣 有人说 你能举一件瓷器 我们看一看 我说好 这件瓷器 我们没见过呀 宋元明清 没有见过这样的瓷器呀 我们见过的瓶啊 是圆子呀 橄榄瓶也好 葫芦瓶也好 霉瓶也好 见过碗的 盘的 碟的 胡啊 都见过 这是个什么呢 这个叫金钟龙 全称 青千龙 粉彩 苗金 书寒式 金钟龙 这是个龙子 龙子我们讲过呀 宣德说讲的 曲曲罐啊 是吧 那么千龙这个 这个这个龙子 它不是用圆的呀 椭圆的呀 祝圆的呀 那种形式 而采出一个 古书 寒庄的那种形式 千龙啊 做皇子的时候 有一部书 叫乐善堂全集 就是这样 一寒一寒 外面一个书套 仿照他 乐善堂全集 的形状 做了一个金钟龙 上面靠右面一点 是图章 注意啊 这个图章不是玉的 不是实的 是词的 这个词叫相生词 旁边还有图章不都有印吗 旁边是个印盒 这盖还能打开 里头是什么呢 不是做了印尼 盒里嘛 是樱桃 花生 莲子 瓜子 叫做相生词 用词 做了花生 做了樱桃 做了莲子 做了瓜子 装在这盒里头 里头呢 是个龙 就是金钟龙的龙 可以什么呢 可以养曲曲啊 可以养锅锅啊 可以养昆虫啊 搁在里头 里头有曲曲叫啊 锅锅叫啊 还听得见 搁在这个书案子上 所以这个金钟龙啊 是既奇又巧 既凡又乳 色彩又多样 很复杂 也是极难做 乾隆皇帝 崇尚奇巧繁复 又喜爱 仿古复古 因此 乾隆时期的 玉瑶瓷器 不仅有着 精巧的设计 更是仿古瓷 仿古玉 仿古铜 古今中外 无所不仿 其中 清乾隆多种 幼彩大瓶 便是典型代表之一 那么 这件瓷器 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竟能被尊称为 瓷母 我们上面讲了 这几件瓷器 就说明 乾隆朝瓷器的 一个特点 就是奇巧 繁荣 或者繁力 那么乾隆朝瓷器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三 集成 创新 乾隆朝的 玉瑶瓷器 既集 宋代以来 瓷器的优秀的成果 又开创一个新的 玉瑶瓷器的一个 大的局面 那有人说 你还是讲几件瓷器吧 别空论了 我们看看第一件 第一件瓷器啊 故宫博物院的瓷器专家 把他叫做瓷母 母亲的母瓷母 他是极瓷器之大臣 他的全称 叫做清千龙 多种 幼才 大瓶 这个大瓶啊 从平口 平耳 平静 平腹 一直到平足 从上往下数 一共有十六层 一共用了幼才 有十五种幼才 我们一层一层看 最上面第一层 是金才 再往下一点 那个第二层 第二层是子地发廊彩 第三 第四 第五 再往下面是青花 等等 到大肚子 那个第十层 第十层 那是开光 长方形的开光 一共是十二个开光 注意啊 我们啊 过去讲过两面开光 讲过四面开光 还没讲过 十二面开光 这十二面开光 一共是十二幅图 主要是有动物的 比如说三阳开泰 吉庆有余 丹凤朝阳 还有太平有象 仙山穷阁 还有伯谷九鼎 左面这六幅 你看左面第三幅呢 丹凤朝阳 就是一个凤凰 还有偏右门的六幅 主要是图案 福字万福啊 等等 就是寓意 提倾富贵 万寿如意 都是祝贺千龙 让他高兴 但是这里头也展示了 陶瓷艺术的精华 我为什么说这个瓶 它是集成 一看它这个彩啊 有青花 有豆彩 有坟彩 还有发廊彩 有金彩 窑 宋朝的 有官窑 割窑 辱窑 君窑 就仿制啊 都有仿 比如说 文室 各种各样的文室 我刚才讲了 十二祖 还有就是彩右 这一件瓷器啊 使用了十五种采用 黄啊 祭兰啊 绿啊 绿绿的 翠绿啊 亮绿啊 还有金彩啊 等等 把千龙之前 所有瓷器的这个精华 集大成 到这一件 四母屏上 那怎么又创新呢 我们在讲 宋代茨基 没见过 讲原的清华 很漂亮 很大贡献 但没有见过 这么 华丽的 讲过明朝的 斗财呀 坟财呀 等等 也没有见过 这么华丽 讲过康熙 辉弘 讲过雍正的雅志 也没有像 这个慈母平 这么 集 中国古代 慈祭之大成 又开创了 未来慈祭 一个新的局面 我们再举一件 这是个湖 青千龙 古同佑 苗金 寿字 方胡 突出中间 是个寿字 我们看上头啊 是寿字 底下这个 开光呢 也是个寿字 它的特点 第一个呢 就是古同佑 这又啊 仿在和古代 那个青铜 进的铜 的色彩相似 它还有个特点呢 你看一个个乳丁 仿着玉的 那个乳丁 就把古玉 古铜 那个艺术的特征 挪到了 这个 瓷器上 这是千龙皇帝的 玉瑶 瓷器 既防古 又创新的 一件典型瓷器 这个很难烧啊 用这个气形 是很难做的 圆的呀 可以拉坯 这种 防胡 是非常难 气形非常难做的 这是第二件 我们再说第三件 是青千龙 发廊彩 开光 西洋人物 赤尔瓶 这个瓶 我们在前 没见过 康熙说 有发廊彩了 刚开始有 那雍正的时候呢 发廊彩 瓷器很特殊 但是仅仅能 做出发廊彩 精美的瓷器 还没有像 千龙皇帝这样 古今中西 瓷器艺术得点 融于这一个 赤尔瓶上 我们看这个瓶啊 那两个瓶的耳 是瓷形状一个耳朵 它这个画面 人物呢 儿童也好 妇女也好 都是西洋的人 不是华人 它这色彩呢 是既用了中国的 水墨化的特点 又用了西洋的聚焦 透光的 这个西洋化的特点 融合在一起了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 这是古今五千年 东西五万里 古今中外 陶瓷艺术 精华 集中到这个片上 人到中年的唐英 是如何从一个门外汉 变为一代子盛 一生辛劳的他 到底会有怎样 解不开的心结 百家讲坛 精彩继续 乾隆时期的瓷器 虽然比较多地借鉴古代的这瓷技 但是却不是一味地复制模仿 其中包含了很多创新与发展 教瓶就是最具创新性的一种瓷器 那么这教瓶到底有何特殊之处 为了研制它 背后又有着怎样 显为人知的故事 我们再举一件瓷器 说明天龙瓷器的基层创新 这件瓷器叫教瓶 做教的教 教瓶 我们过去讲的瓷器 主要放在桌子上 瓶啊 煤瓶啊 橄榄瓶啊 葫芦瓶啊 这放在桌子上 千龙皇帝都出心裁 我这个瓶要挂在墙上 挂在墙上 那圆瓶怎么挂在墙上啊 半瓶 那瓶是半拉 那个瓶面是挂在墙上 我们看到养心殿那个三西堂 三西堂的那个壁上 墙上挂了很多瓶 你看有葫芦瓶啊 有橄榄瓶啊 各种各样的瓶 但那个瓶都是半拉的 那把它贴在墙上 注意啊 平时圆的好做 半拉瓶是很难做的 千龙觉得 我这个壁瓶挂在墙上 我在三西堂可以看啊 那我出去坐了轿子 那我就看不到了 我下江南上说我坐船呢 我就看不到了 这时候呢 千龙有发展 挂在墙壁上叫壁瓶 挂在轿上呢 叫轿瓶 我今天讲壁瓶这个例子 就是千龙的教评 这对教评啊 还有个小故事 就是当时的这个唐英 唐英他不是在督陶吗 他常住是在九江 他从九江到景德镇去督陶 检查工作 一般是一两个月 事情完了以后就回九江 回到路上半路上 接到皇帝御旨 这御旨是什么呢 就让他做这个教评 就是这个教评 这个时间是千龙七年 十月二十七 半路上接到圣旨 怎么办呢 他决定马上返回 返回景德镇 返回景德镇呢 阴历都十月底了 天已经冷了 工匠回家了 就准备过年了 第二年天暖和了 才可以坐啊 那唐英到了景德镇之后啊 马上召集这个 已经回家的这些工匠 特别是有二三十个高手 就把他们都请回来 请回来就宣布这个预旨 大家要做这教评 这个教评呢 是千龙有一首诗 千龙啊 要把他这首诗 做在这个教评 那个开光上面 这诗是这样说的 官如称名品 心平志更佳 随行共效勇 沿路歇芳华 挂出轻车阵 瞻来也会想 红尘安得尽 相赖 杜维沙 一共八句话 这八句话 汤英啊 他们就研究 就做了这一对 这一对是一样的 把千龙预制诗 坐在中间 前后经过十七天的时间 天也转暖了 阎光也比较好 天主仁义啊 把这个教评烧成了 就派人把他送到北京 呈给千龙皇帝 千龙皇帝看了也很高兴 就千龙出行的时候 他坐在教 就挂在那个教的上面 这个瓶的主要贡献 是唐英和他的助手 叫老哥 还有能功巧向 集体智慧 做成这瓶 唐英很高兴啊 谢天谢地谢皇上 把这瓶做成了 那这首诗怎么办呢 这唐英又想了个主意 就在清朝景泽镇玉瑶 背后有个山 叫珠山 珠宝那珠 在山顶上 修了一个玉碑亭 玉碑上呢 就刻上千龙这首诗 今天我们到景泽镇 玉瑶厂的遗址 到这玉碑亭 还可以看到这原诗 这一对瓶 现在还有 现在藏在 南京博物院 我们说千龙朝的瓷器啊 是华如 既继承了前代瓷器的精华 又开创了未来瓷器 新的局面 那么在这里面贡献 有千龙的贡献 工匠的贡献 这里面其中一个都陶官 唐英的贡献 尤其突出 下一讲我讲 唐英读讨 谢谢大家